这一次我们医院能不能够升级 就要靠常务次长了 难道你要我为了一个工人去得罪他 这不能得罪的 因为当天手术房和主刀医师都已经排满 我们联络灾难应变指挥中心请他们协调 最后只有台中医院说可以收人 我们赶快送去 但是在途中病情恶化 呈现脑死 最后不止 资料显示黄金土推到广德 到请应变中心协助 中间相差了一个钟头的时间 请问这段时间是 那时候我们也在院内协调其他的手术 我们想通修手术台 而且我们还通步紧急召回轮修的医生 真的 罪女士 这个顶贯建设的公安意外实在是太大了 突然之间起进来那么多的病患 我们只不过是区域的小医院 我们资源跟能力本来就不足 没有办法完全处理的 所以最后你们就安排黄金土转月 为什么会没有手术台 我看过当天手术房的安排记录 不可能挪不出一台 那天晚上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手术 这个 手术哪有什么特别不特别的 我们医院对病人一向一视同仁 对 一视同仁 一视同仁 内达 有个工人他马上要开刀 你把手术台让出来 那他怎么办 孟副 这一次我们医院 能不能够升级 就要靠常务次长了 难道你要我为了一个工人 去得罪他 这不能得罪他 总之 你让次长的母亲先进手术室 其他的通通往后排 院长 不可以这样 他再不开刀的话 他很快就有危险 孟副 我们医院病患的安排跟安置 都是由你负责的 这个工人 看是要转院 还是有其他方法 我不管 反正你负责搞定他 不是 院长 不可以这样子 院长 怎么做事 黄金图最后转送到了台中医院 光是车程就要一个多钟头 很难让人不怀疑人权案在线 最近公安意外 受伤的人实在太多了 附近医院全速动员 急诊室 手术房 都已经满了 只有台中医院能够支援 是吗 方律师 你现在怀疑我们吗 你不要忘了 你是我们的律师 他问你们的问题 法官也会问 我们一定要掌握所有的真相 才能为你们争取到最佳利益 对于病人 我们绝对是全力以赴的 我们是医生 我们只能救活不能医死 方律师 你一定要帮我们洗刷这样的冤区 只要院内处理没有问题 上了法庭也不用担心 是吗 去年郑文青的医疗疏似案 你也是这么说 结果呢 决定和解的是你们 我想这个案子的细节 问你们的院长最清楚 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 方律师您怎么说 我们完全配合 DTV线上预示